老板 这位大哥找您 说是您的亲戚 表妹好久不见 表哥你怎么来了 快里面坐 表妹最近挺忙的吧 我给你带了点自家下的土鸡蛋 你尝尝 来就来呗 还拿什么东西呀 对了 舅舅舅妈身体挺好的吧 我爸妈身体挺好 那你这次过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 喂 张总 对 公司状况还可以吧 嗯 好 那像这样 对了表哥 你今年蔬菜大棚弄得怎么样啊 今年呀 情况特殊 好多菜运不出去 都烂在地里了 我这次来试想 喂 什么 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最后一项 两个合同都搞不明白 表妹 我看你也挺忙的 要不 我先回去吧 行 表哥 你要忙的话 你先回去吧 小致 我桌上有喝茶叶 给我表哥拿回去喝 好的老板 对 最后一项 我先去喝酒 我先去喝酒 老板 您为什么不把钱直接借给他呢 现在呀 是物质社会 很多亲戚关系都变淡了 甚至为了利益 很多亲戚关系都变成了仇人 但是亲戚有难 又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 能帮一把 不帮一把吧 说借的话 有点太没有人情味了 大家平时都在忙 这亲切走动的时间 本来就少 只有遇到困难的时候 才能真正的体会到 打不断的还是亲情